在愛阿姨的名字是米克娃阿蒂 那我要講的是政治承諾追蹤網 那就是在我們投票選出的那些直選的執政者 例如說像市長或總統之後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會去考慮他的執行 透過判斷執行例的方式呢 可以透過判斷他的首長 行政首長上任前後 他所領導的政府到底實現哪些承諾才能講 那在選後做這個所謂的選舉承諾追蹤的 就叫做所謂的Promise Tracker 例如說像有一個是Facebook page 形式存在的科幣記錄條 或者是澳洲的ABC新聞 他們其實也有一個對於他們的政府做的一個Promise Tracker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有一個紀錄圈的概念 就是有多少已經Promise Broken 然後有多少已經Promise Cat 那這些Promise Tracker 無論是媒體整理的也好 還是多名自發的也好 他們都需要一個小編來收集資料跟整理進度 那我這個專案想要做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協作型的進度條 當一個正式程度有什麼新的進展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把相關的新聞貼上來 並且它的進度也是由大家來做評定的 它就像是一個施政進度的供底 這樣四年後要投票大家可以回來翻閱 那這個網站在手機瀏覽起來 大概會像是這樣的一個model 像這樣子一個model 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這個地上就是選取執政者 然後可以看到說執政者目前的一些進度 紅色的事還沒做 然後綠色的事已經完成 對然後在點進去可以看到詳細的出處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的一些評分的狀況 就是有多少人認為已完成 有多少人認為說 欸這個執政他沒有完成 你可以寫一下 然後他也可以發表他的意見 沒有啊 好 那簡單來說這個網站其實它結合兩個東西 一個是 就是所謂的政見的承諾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部分 則是要由評重來做評分的部分 那今天希望能做的當然就是 要先把左邊的部分給做好 畢竟完全空白的共筆 是不會有人想要看的 那政見的部分其實就像是上面 它是一個大方向 反正文化的事情是這樣子 那一個政見跟方向底下 反而會有很多很多的承諾 那承諾是比較能夠具體可以考核的東西 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寫在政策白皮書當中 所以我今天想要做的 就是今天的目標其實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來找市政白皮書 就是如果 因為我其實不知道那些白皮書 還放在哪裡 所以就是 就是希望了解 例如說 一定要政府運作的人 可以協助我 指點迷境一下說 這些東西文件到底要去哪裡找 這樣子 好大謝謝大家